在這裏 先看出來 昨天最後那裏是廣道 韓智英爆發前幾天 杜魯門總統的特使杜勒斯表示 日本應該專注在酒杯杯戰之旅的出口上 美國視為日本廉價裝飾品的製造者 但國家的官僚有不同的想法 政府官員早在戰爭未結束之前 就已經暗中計劃戰敗後的生活 負責規劃戰後經濟的大來助武郎 在1945年8月初發開會通知 目的是討論日本戰後經濟的何去何從 大來談到他的秘密計劃 但如果將會議目的公告天下 他們可能會被軍事警察拘捕 專家們的聚會在8月16日 一棟消化榴的建築物中舉行 這一天也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天 大來記得當時的情況有多淒慘 從窗戶向外望 看來就好像一片焦土 每個人都在喊餓 但是討論日本前途的委員會 真是很努力 他們想現在是很糟 但只要努力 日本將再度站起來 不再利用軍事手段 而是新的技術和經濟力量 早期的規劃者討論日本從建的各種模型 有些人主張日本應該專注在農業上 而最後達成了共識 是給當初導致全面戰爭的同樣方法 來製造和平時期的強大工業 從1930年代初開始 日本就從輕工業轉為重工業 以戰艦炮彈和化學製品 來取代紡織和手工藝 富國強兵一直都是明治大計的重頭器 向來這個目標落入軍事主義 既然日本不准打仗 乾脆就專心一二來建設強大的經濟體 華盛頓很快就後悔將和平條款寫入日本憲法裡面 但是在吉田政策下 以戰後十年間在任最長的首相吉田貿命名 日本將無需盡國際而無變成自己的優勢 日本受美國軍隊的保護而無需負擔國防費用 就可以傾全國之力來拼經濟 財富的創造於是被視為另一種建立國家聲望的方式 戰後的抱負和戰前野心之間的關聯 以及實現這些強心壯志的手段 有時是不言自明的 東京帝國大學工程學教授傅崇清在1945年4月日記中寫 穿著制服的軍隊不是唯一一種軍隊 西裝下的科學技術和戰鬥精神將會是澳國的地下軍隊 原本抱著紅心壯志 日本的經濟卻在1948年來到危機點 戰爭2月3年內物價飄升了達1200% 勞工衝突事有所謂 美國人於視尾尼抵達率的金融家 人稱經濟獨裁者的盜期 負責監一項激烈的政府轉設計劃 裁減工務員 通貨膨脹逐次莫得控制 同時壓低匯率以刺激出口 紅色整銷開始 凡是有以瓦解財法的政策一律被捨棄 失業上升、消費下降 很多工業和公司紛紛倒閉 蕭條即將來到 1950年韓戰爆發 令日本鬆一口氣 僅存的工業基地開始望著 供應美國人的軍事設備 吉田稱之為上天次月的禮物 美國各自去對日本軍事綜合設施的故技 長期限制的工廠接到美國來的次網和軍需品 採購訂單而忘起來 有些工廠則從戰前生產軍需品 轉而製造紋身用品 大阪一間飛機工廠 開始製造房屋用的釘 收音機零件製造箱 則改生產電燈泡 一同以往專門製造射擊瞄準器用的無光鏡 如今便開始製造相機和望遠鏡 美國人鬆綁造船的禁令 位於吳市曾經製造有史以來最大的戰艦 大和號的海軍造船廠 改生產坦克車和商用船艦 當時全世界的船隻有半數是英國製造 但即使在禁止造船的期間 日本的工程師依舊抱著超越英國的大夢 大學繼續培養大量造船的工程師 即使根本他們沒有工作給他們做 當禁令一解除 他們紛紛都就位 吳市的管理者採用所謂的大型砌塊建構的造船方法 將預先製造好的船隻各部分 罕接在一起 七個月就做到船出來 花費的時間比其他國家少了一半以上 另一方面 日本暗中派人去蘇格蘭的克萊德不夠造船 加入這次秘密任務的成員發言 日本的造船方式已經比英國先進 在造船廠重新開始造船不夠十年 日本就超越英國 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國家 好 趕著這麼多 明天再講 好 明天再玩個 呃